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The James Love Show 我是主持人Phoebe 在我身边的是JoJo,还有James那位老师 哈喽,大家好 我们在过去的好多好多的时间里面 我们谈了很多就是有关于风水跟各种百建的重要性 老师有提过很多很多很多的重点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分享一些真实案例了 JoJo老师其实前一段时间是有去一些地方工作嘛,对不对 然后就有遇过了一些还蛮有趣的案例的 然后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用真实的案例来告诉大家 我们之前提过的一些风水百建的重要性 因为摆不好可能会招致一些灾祸哦 那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 好紧张 这个故事有一点灵密的味道 对,灵异的味道 这一次回到上海,在上海做的一个案子 在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楼盘 然后基本上是上海的最顶级的富人泽这样一个街道的楼盘 曾经也是有某非常出名的 知名的男明星在那边有住过 是,哪个地方呢? 港台都比较富人的 港台都比较富人的 对,我记得那个男明星的全盛时期真的是非常的风光 对,非常的风光 真的是很大牌的一个男明星 对,是的 其实直到现在好像都还蛮活跃的 对,最近在唱歌,在开演唱会 好,重点讯息透露到这边 就透露到这里了,对 怕大家肉手 这个客人他是搬进这个房子,然后他就搬走这样子 搬走没有很久 你是说这个知名的男明星的这个房子是被老师的客户给买了? 没有,给租了 给租了 所以房东是男明星吗? 房东是某知名女网红 了解了解了解 然后就搬进去了 搬进去以后呢 他就有跟我讲说 常常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感觉到好像屋子那边有人在看他 然后就有点紧张 然后我就回去 屋子里面是确实是有阿飘 就是某种不干净的东西 对,对,是的 老师好可爱,用阿飘来使用 你接下来就用阿飘来使用 对 因为他的那个楼盘呢 其实之前也有一些跳楼的事件发生过 所以本身那个气场他就比较属硬这样子 去了那里的时候 当然屋子里是有了 而且不止一个 你说不止一个阿飘吗? 不止一个阿飘 老师看得到吗? 对,有感觉得到他 对 但是这个阿飘呢 其实这也是给大家去 一个小小的知识点 因为阿飘的气场 就假如说你家会有一个阿飘这样子 假如说他慢慢的聚成一种气场的话呢 其实路过的阿飘 他就会感觉到这家 他有他的那一种属性 所以路过的阿飘呢 他也会去来看一看 这个屋子为什么会有这么重的这种气场呢 他们有时候会想要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进来看一看 八卦一下 串门子 就串门阿八卦一下 互通隐犯 对 然后就留下来 就看能不能拿到东西嘛 或者有时候先在那边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呀怎么样 对就是会这样子的 所以当一个屋子他开始慢慢的有这样的气场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要尽早的去解决 因为久而久之的话他一定会对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有影响的 所以人家一直常常说巨婴巨婴因为真的会有一种团聚的效应这样 对他就好像是一个一种磁场的那种汇聚一样的对那他不种不同的东西他会有不同的一种磁场 那这个情况是因为这个房子本身的一个布局还是说他们放了什么东西 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本身他的那个楼盘的那个地方本身他就挺硬的 第二个就是因为 对之前他们有了之前不是说过有人跳楼是因为他的本来的风水的布局 对 有问题才会跳楼的吗 对本身那个地的磁场就有问题 他才会导致这样的一种事件 上次那个商场也是在上海是吗 上次我们有讲过一个商场 经常有人跑去跳楼的 那个也是因为他的行煞的问题 行煞问题 上次去纽约有一个地方也是名胜地 我去的时候被关掉了 因为经常有人在那里跳楼 是经常 然后日本也有一个地方也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像是老师说的 这种东西的确是一种磁场的团契效力 对磁场的干扰 他会迷乱了一个人的心思 去那里就想跳 跳的成功率很高 就把这个故事讲完后 后来呢就是有去查他为什么会这么乱 住在那边很熟的一个阿飘 就他好像在那里吃自己家一样的 发现的其实就是因为之前的那个风水局所导致的 你是说这个前男明星在家里其实是有布局的 有布局对 但是这个布局请回来的这个镇 是有请到阿飘来帮忙 好去帮助他红起来 帮助他各方面去改善 是有这样的一种方法的 然后这个男明星搬走了 可是他请来的东西还在 没有请你对的 没有请走 没有请走 那为什么不会帮这个新的住客去红 因为那个东西是那个男明星请的 所以男明星请他就跟着 但他没带走 他没有带走 对 他只是有时候可能说把一些东西 他可能只是搬家的时候搬掉了 但这个东西他不下了 就在这个行业当中 有一些师傅他做的时候 他又可以说 那我是这个弟子 你就去这个屋子去工作 那他就知道我就在这个屋子去工作 但是工作我是为了那个人 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但细节我们就不细谈了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对 然后去到那边以后 就第一件事情就先清场 然后同时呢 再把这个屋子把它封起来 就什么封起来呢 就是让他就好像有一个网一样的 把它全部照住 说的东西他就进不去 因为你清了以后 他的这个屋子他的那个散的这个阴械 他有一个时间段的嘛 那还怕中途会出现什么问题 就先给他保护起来 对 我们就把它直接给保护起来 然后再去做风水局 是不是他们传说中的叫什么 结界 结界 没错 没错 我们做的就是结界 我们去做的时候 假如说这个人 他不搬走这个地方 结界他是不会消失的 但是一旦他搬走了 结界他就消失了 所以这个结界是跟着这个房主这样 对跟着住在这里的人走的 嗯 对 当然做完了这一些 然后再包括再去不风水了 因为一定要把他最根本的东西去解决掉嘛 那当然这个屋主他也说很神奇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屋子的磁场它是很冷的 就他也会说本来是夏天我走在这里我都会觉得很冷 那种气场他本身他就会让人家觉得哎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觉得会很冷 对心灵就是起寒风 对 负能量 他就是一种磁场 这种能量的话他就把它给减落了变冷了 对他就会觉得他很冷 因为人身上的那个三把火啊 他会因为这样的一个一种东西他会被压 对 然后所以他就会觉得冷 但是清完后他就会觉得哎 好像这个屋子开始变暖了 哇 这样子 那天晚上开始他也就睡得很好 就是再也没有觉得就是这个房子让他不舒服了 没错 那些东西阿飘都不见了 阿飘就直接带走了呀 被谁带走 被谁带走嘛 他去到他该去的地方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从老师的这一个案例分享来讲的话 真的就是 第一个的话就是摆设真的很重要 对 嗯 布局 摆设很重要 但是我好像没有听到摆了什么东西 他之前的侮辱的布局 之前的布局 但是可能没有具体是摆了 因为我们去查的时候 我们只知道他摆了东西 那是一种图像的显现 他那个东西呢 他是放在地上的 我不确定是他当时真实是不是摆了这个 因为我没有跟这个男明星去考证嘛 那所以说我就不方便在这个视频 当中再去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讲解 比如说他有病 他身上带了病气 然后他的病气会随着他的身体其实会散发出来的 嗯 所以我们有时候去看风水的时候 比如说看一个人睡了那一张床 待的那个时间最长 所以基本上他的身体怎么样是可以看出来的 不需要见到这个人 你看他的床 你就能判断出他的身体的好与坏 那他假如说家里有一个病人 然后他带着这个病气一直走啊 一直走啊 一直走 假如说他病了很久 那当然这个屋子本身 他也会遗留下一些病气在那里 那这个时候其实也要去清 假如说家里有另外一个人 然后身体可能稍微弱一下的话 那这个磁场就会对他造成影响 或者是说前屋主 可能家中有人就是病了很久 或者是在那边往生或怎么样的 往生大家倒不用很害怕 因为他往生 他只要不留念那个地方 那他可能他就会走了嘛 除非他留念 那他人家是在那里 那是另外的一个做法 但是我想的就是说 假如说有人在那边 在屋子里面往生 然后他可能病了很久 是那个病气的那个汇聚 那后期可能再进去的人 就要做一些事情 就把它清理干净 然后里面呢才住得舒服 这样子 没错真的 就是进宅真的是一个 搬家之前很重要的 必须要做的这么的一个仪式 所以大家比如说进宅的时候 哪怕是真的不想说 做一个很pop的一个仪式 其实很简单的 大家哪怕是拿一碗清水 但是不是要煮过的水 是自来水 哪怕哪一碗自来水 然后你可能对着太阳光 然后太阳光照一下那碗水 有那个太阳光的那个洋气的力量 然后呢再撒一下屋子 都好过你什么都不做 嗯 老师我听说日本甚至会撒盐巴 对撒盐巴也可以 盐巴有那种去一些不好的东西 海盐 海盐 对是的 一个效用 是 听说有人他们就是呃运气不好 就跑去海边泡海水 但是泡这个海水有时候也要注意 因为海里面 也有脏东西 也有东西 对 所以呢 其实一般假如说身体很差的 就建议还是不要碰海水 因为海里面的东西也是蛮 更脏 也是蛮严重的 其实假如说不好的气场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拿七朵不同的花 放在浴缸里去泡那一个枣 为什么要七朵不同的花 七色花呀 七色花是什么含义 七色花它代表着七种不同的灵气 不同的能量 你看彩虹它也是七色的嘛 对吧 然后你就把那个花瓣把它掰开 放在水瓷子里 然后你们再来泡那个枣 那个也可以去掉一些不好的气场的 或者还有一个是跨火盆 对对对跨火盆 因为火的力量 它属于自然的这种力量 然后也可以稍微的 把身上的一些晦气去一下 晒太阳 晒太阳也可以啊 但是晒太阳要晒后背 不是晒前面 因为我们的后背 是主阴的地方 把你的这种阴的东西把它去掉 你就要晒后背 我们的火也是在后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啦 然后跟大家分享 然后也希望大家从中有得到了一些收获这样 有时候可能你真的遇到了 最好不要遇到啦 不过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就是也希望这些小东西可以帮助你去排掉一些比较不好的气场这样 然后也祝大家就是保持安全 然后平安这样 以上就是小故事的分享咯 谢谢大家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